接下来还是男生的消息 两位才子 但是都是是非话题为主 一个是陶哲 他被传闻和模特女友简宝山密婚又离婚 日前他拍摄新歌MV的时候 也是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既不承认也是不否认 另外杨宗伟 因为内地的歌唱节目是人气爆红 但是最近传出 他居然敢退综艺教母张小燕的通告 听听杨宗伟先生怎么说吧 因歌唱节目人气爆红的杨宗伟 近来前往内地各城市 为新专辑出外进行宣传 行程满挡了他一刻都不停歇 才与反台就立即赶往改版签唱会 而现场吸引上百位歌迷到场支持 还有不少妈妈及粉丝 施奶杀手称号果然名不虚传 我今天早上才刚下飞机 然后就赶快就是装法就赶快过来了 心情还蛮兴奋的 因为真的很久没有看到 就是在台湾我自己的歌子们 然后今天大家来 然后心情很兴奋很激动 随着人气高涨 杨宗伟的负面消息也陆续传出 先是患大头症 退综艺教母张小燕通告 而后又有新专辑激欠气宣团队等争议 被问起尴尬话题 杨宗伟选择不回应 六代时间证明 听说你有知识退掉小燕通 没有这回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开始了 还会再安排其他的活动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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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